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记得很多年前 我曾收过一张生日卡 上面写了一句动人的话 他说最精彩的 其实就是世界本身 也在看过这句话之后 我看着双井会在有生之年 能够环游世界 但最后我发现 原来环让在自己周围的世界 已经跟我花尽心神 我最可爱的未婚妻 你不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吗 这个世界哪有公平的 男人天生力气比较大 不就是为了给女生拿东西的吗 对 男人天生命苦 可是你也太过分了吧 好吧 我帮你拿这个 你真也太好了吧 她是天心 是我女朋友 不对不对 应该是未婚妻才对 我们在一起已经两年时间 感觉对的时候 去准备组织一个家庭 在订好注册日子之后 我们开始准备我们的婚事 我们差点忘了一件事情 忘了什么 结婚戒指啊 没有结婚戒指我们怎么行礼啊 对啊 那你心里还有什么想要的 那些几十克拉的 我可买不起啊 高凯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心里只有十几克拉的钻石 和只爱有钱人的话 那就不会选你了 也对啊 傻瓜 走 别动 选有点又松了 你怎么经常都这样 像个小孩子似的 起了 走吧 老婆 谁是你老婆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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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说话啊 我听不到 老婆大人 你又要买东西啊 你来看看很漂亮啊 随便看看 可以看看这两只戒指吗 可以啊 这是对戒 我想试一试 谢谢 你试吧 东西先放下啊 哦 谢谢啊 手拿来 你看 大小完全合适 是 对啊 这个东西来当婚戒 会不会太普通啊 普通 我觉得很好看啊 还有你不觉得 这是个巧合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刚好走到这里 也刚好遇上了这个地摊 找到了这一对 跟我完全合适的戒指 嗯 这么多巧合碰在一起 就证明了 这是上天的安排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嗯 麻烦帮我抱起来 好 没问题 你给我 我帮你抱起来 小心点 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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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 锦西 有没有人爸爸叫救护车 有没有人爸爸叫救护车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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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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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爸爸叫救护车 斓车 终于醒口来了 还记得我是谁吗 那就好 那天发生什么事 你应该没忘记吧 你这个傻瓜 为了捡这个东西 差点连命都不要 小树什么 提醒 提醒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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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姐 天心遇上车祸了 天心 你不要太紧张 我下班过来找你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现在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医生已经做了详细的检查 表面上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 为什么会不能说话 我怀疑是脑部受到震荡 所以导致了 外伤性失与症的情况 外伤性失与症 失与症 失与症 学名是阿菲莎 意思就是 患者失去说话的能力 导致病症的原因有两种 脑血管病变和非脑血管病变 外伤性脑伤就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可是医生说 已经帮天心做了脑部扫描 说没有问题啊 东方医学虽然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 可是我们对脑部的认知其实很少 在医学的立场上 有很多跟脑部有关的病 到现在还找不到根治的方法 只可以用药物 去抑制发作的可能性 好比我的专业是精神病科 就是如此 你在说 天心得的是精神病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以天心的情况来看呢 他的脑部肯定是受到损伤 那大概多久可以绝孕 根据我的记忆 这种外伤性失与症 也有很多复原的案例 而且天心受伤不算严重 可能只是战时性的 很快就可以恢复说话的能力了 刚刚有些话在天心面前不太方便讲 什么话 天心的病情没有说得那么乐观 没有这么乐观 施与症的病例有很多 脑梗梗塞 脑肿瘤 这些都是 我们要找到病因 才能对症下药 可是像天心这种 表面没有明显的损伤的情况来看 对医生来说都是很棘手的 你意思说 天心有可能没办法痊愈 事实无绝对 还要看他自己 也要靠你照顾他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对了表姐 找一天我再天心去找你 我明白了 好 约出去见吧 你不记得我在那里工作了 不记得我在那里工作了 对了表姐 我已经和医生说过了 他允许我带你出院 他允许我带你出院 我会安排你 回到你的工作 放心 我已经跟他们沟通好了 公司的人也答应了 怎么样 是不是还有一些担心 你忘了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插画家 根本不用说话 一样可以把作品做得很好 我希望你 可以快点回到正常的生活 这样对你的身体 也有帮助 好不好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办出院手续 怎么样 会不会紧张 天心回来了 天心 你回来了 天心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天心回来了 大家可想必了 怎么这么时间啊 没事吧 天心 你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没事吧 没事吧 当然没事了 天心这么快回了工作 应该没问题吧 不会有事的 放心了 你又可以在一起吧 你能回来啊 我们的心就放下了 你能回来啊 我们的心就放下了 你能回来啊 我们的心就放下了 太好了 你能回来啊 你能回来啊 这点好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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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老板呢 好 老板有事出去了 对啊 要是有什么重要的 您就叫我 就找我来 您就去帮我 您就去帮我来 哎呀 您好准备啊 哎呀 您好准备啊 您好准备啊 嗯 送你的 我拜托你啊 身体才刚好 不要这么努力好不好 哇 这么快就进入状态了 啊 厉害 这么晚了 你肚子一定很饿啊 想吃什么 我知道 我现在去买 你等我 啊 啊 啊 是谁在这儿啊 谁啊 谁回来了 是谁啊 有人在吗 有没有人啊 是谁啊 天心 天心是你吗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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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天心 天心 你看我买了你最喜欢的 你来 你来 我 你来 你来 佛说世界是人间 是六岛之影 上帝说 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战场 哲学说 是无穷的辩证迷雾 物理说 是基本粒子对击出来的聚合体 人文说 是存在 历史说 是时间的累积 那我的世界 究竟又是什么呢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疯子的世界 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叫高凯 我在广告公司单制作总监 我有个很要好的未婚妻 天心 本来我们准备在三个月后结婚 而且开始筹备婚礼 可是在某一天 天心遇上了交通意外 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我的表姐 李诗慧 是精神科医师 她说天心应该是患上了外伤性施语症 意思就是 患者失去说话的能力 可能几天后就会痊愈 也有可能 终身也不能再说话 为了让天心早会康复 我按开她离开医院 重新回到她的岗位 我一直相信 天心会慢慢地变回以前一样 可是 我错了 好 喂 静儿 李医生 我今天早上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我可能会晚一点回医院 有事情的话随时联络我 好 好 再见 整件事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 如果没问题在这儿签个字吧 世兄 这位是来找当事人的 表姐 你先坐下 天心现在怎么样 他在拘留室 他在拘留室 我刚去见你老板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伤势不算很严重 但那里的静元说 天心会被控你伤人罪的可能性很大 他 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一定要自欺地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 这位就是高凯吧 你好 你好 我是负责这个案件的高级督查 我请安 你好 进来坐吧 我是理事会医生 高凯的表姐 请坐 好 那他情况怎么样 他现在在拘留室 天心是我的未婚妻 他的个性我非常了解 他不会突然做这样的事 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这一份就是当事人 给我们做的口供 你们看看 我现在去买 等我 我昨晚一直留在公司工作 当时我的未婚夫高凯 刚下楼去买夜宵 我在等他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强烈的头痛 是以前前所未有过的 这个时候 一个人从外面回到公司 而且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我想抬起头来看清楚对方是谁 却因为太痛而做不到 终于 那个人走到了我的跟前 我也用尽了力气爬了起来 可是 我见到他却是一头 美目睁獰的脸 是不是因为这个男的 对天心做了什么不利的事情 所以天心袭击他们 高先生和他在同一家公司做事 他应该知道 办公室安装了二十四小时的笔录电视 而我们的同事也看过所有影片 并没有发生李医生你所说的事情 怎么会这样 由于当事人不能说话 所以呢我们给了他纸和笔 请他将事发经过写下来 之后呢 他就画了幅画给我们 形容当时的情境 高先生 从表面证据来看 我们是有机会起诉他伤人罪 不过我们现在相信 你的未婚妻应该患有了精神病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她的意思是 如果天心伤人罪罪名成立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送精神病院 今天在警局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我能看见人的真面吗 我能看见人的真面吗 我不明白 自从那件事之后 从我眼中所见 都是他们的本来面目 每个人 那天你带我回办公室 其实我看到的是这样 你说公司每个同事的样子 都是长这样 那表姐呢 在你眼里 表姐的真面目长什么样 那我呢 在你眼里 我的真面目又长什么样 你是现在 我可以看到的 唯一表里一致的人 你知道吗 你这样下去 真的会被送到精神病 我没有精神病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精神病 你打伤你老板 幸亏他没追究 可是万一警员起诉你 罪名成立的话 你就会被送到精神病 去接受治疗 你会帮我的 对吗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被告张天心 表面证据初步成立 被控以严重伤害罪 需等候精神科医生观察 并做出详细报告后 本席再做宣判 我们走吧 你们是高凯和天心吗 李医生在等你们 请跟我来 这边 李医生 姓片 老李医生 重伤 高 brief 有点不习惯吧 第一次来呢 不习惯是很正常的 很快就好了 我都忘了 给你们介绍我自己了 你们可以叫我静儿 我最讨厌别人啊 叫我什么护士 小姐之类的 好难听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里和你们想象之中 有什么不同啊 其实呢 这里大部分时间啊 都是很平静的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应该快到了吧 不远了 过了活动室 就是黎晟的办公室了 这里呢 就是活动室 我们平常吃饭就在这里 还有图书 电视 游戏 你在玩什么啊 又在气你的书啊 他们通常呢 都是自顾自地玩 很少打扰别人的 没事的 不用在意了 没事的 不用在意了 不用在意了 这儿就到了 这边来 进来 进来 黎医生 他们到了 黎医生 请坐 静儿 什么事 黎医生 没什么事 你先出去吧 好的 高凯 天心 表姐 虽然这个不是什么秘密 不过我希望我们的关系 不要太多人知道 好 以后我们都会注意 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幸运 律政司把这个案件交给我 主治医师 就是我 主治医师 就是我 我们都知道 不过这个案例呢 其实我有点困惑 为什么 如果在我的判断之下 天心被判为精神病患 那就要接受治疗 相反的 如果天心在这里被判 是正常的 那法院就会把她当成普通人 接受法律制裁 这些我们都明白 你们谈清楚就好 但是我想知道 天心有什么想法 她宁愿被判坐牢 也不愿被当成精神病患者 好 那我就简单地告诉你 院方会对你的安排 首先 我们让天心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 在排除外来的创伤和隐患之后 做一个精神检查 也就是 对天心的脑部 做一个彻底的扫描 大概要多长时间啊 这个很难说 只要看天心的进度 而且 没事 你们等一下 你在这里 我去看一下 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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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块头 你干吗 坏人 还给我 快放下 放下 住手 干什么 来 快住手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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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凯关门 走开啊 你走开 你走开 快走开 你走开 我走开 谢谢姐姐 怎么办 曾经有跟念医学的朋友告诉我 有些动物的迷离器的观置能力特别强 想到可以收集空气中的材料化学物质 去判别对方的性命 或者是否有危险性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六个 究竟贴心是否真的拥有一种 我们未知的能力 我不知道 有一段旅台 等待着我的人 再另外一边 并得 furnished 这一段旅团 为谁好好保证风雨的时分 时间又是残忍 奢求的可能 只想得到永恒 只透过暴风雨的时分 明知道没有答案 还是要问 永远不能和伤痕 像是和空城 I want to be alive 我需要你的爱 管他谁我会放向未来 我只要现在 I want to be alive 快给我你的爱 我只能懂得爱 I want to be alive 这一段的阵 等待着我的人 单纯的灵魂 为谁好好保证风雨的时分 时间又是残忍 奢求的可能 只想和你一起得到永恒 只透过暴风雨的时分 明知道没有答案 还是要问 永远不能和伤痕 像是和空城 I want to be alive 我需要你的爱 管他谁我会放在一起 你等等我 我先出去看看 I want to be alive I want to be alive I want to be alive sorry Don't forget I like you Teresa I want to be alive 这声音可以吗 高凯 天心 表姐 这声音可以吗 高凯 天心